大家好呀 我是林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博士排位赛解说 胡锦村这个出生者可以往小房那边去赶 那边有两个人类出生者 运气好的话其中一个会往你脸上转就好像这样 开局到一个挺香的休机位还是不错的 而且他开局撞脸的走位 我毕竟能打中一刀 这里他用娃娃给挡了一刀 其实对博士来说有好有坏 开局没有放娃 娃娃被打掉也就是外面的电击进度会稍微慢一些 而且外面少了一个能把人摸起来的东西 特别对博士来说是少了一个隐患这样子 那自然的缺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低倒节奏变慢了 好的这边知道你是要放娃 那我就绕了你去回去 打一刀打中机械师再打掉你的娃 这已经是博士对机械师最好的处理方式 但虽说娃是美的 但我不能去追别人 因为对于博士来说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击倒节奏 如果去追别人就第一个击倒节奏 就会慢很多很多 那这边也是非常顺利的把这个机械师给击倒了 再去找第二个人 但是这里其实离最近的是大船旁边的电击 但是我没有看见就去小房找人了在这里的是个佣兵 其实还不错 因为我是个私藏博士直接给他来一脚 特别的爽 然后这边佣兵给到机会了直接给他来到下板之路了 佣兵翻出去如果我破板肯定不知道他等于拿了所以直接来断重机 但可惜不在泳动状态 这边拉一刀陪下红光再去反绕 结果他已经翻进来了 直接给一刀恐惧震射 那击倒第二个人之后 直接回去找机械师 机械师刚刚被摸起来 看一下电击的位置 判断一下他在哪 就回去找他了 那私藏博士可以讲一下 私藏最好用在哪些人身上 就是修机慢的人身上 受益会是最高的 那这边找到的是一个条枪师 算了就直接抓 这个重机就有点急了 没调好方向也没抓好时机 就打了下去 那这边一定知道条枪师会放香水直接避开不打他 然后等香水结束再打一刀 但是这边被他绕了去真的有点烦 直接给他差一点点 这样子吸气就好了 接着追弹这个点位对博士来说非常都比我好 接着来一个重机 你以为我要打人 其实我是为了进涌动状态 那这边他下宝我就能直接攻破板 然后来一个冲刺控制震射 嗯 请在座的各位给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没有办法只能继续抓 一个冲刺拉近距离在一刀破掉板 是这里条枪师必死无疑 这他走位有点不知所措 看来他也是有点萌了 这样的话他跑回去刚刚我说不好对付那个点位 他还能溜一下 那直接去找刚刚发现的祭司 那这里我说他发现我发现他了 所以我就以为他会往这个大主子后面的板去走 但其实他并没 那这里可以看到他遛鬼的方式 基本是没在用脑子的 这边破一个板 然后直接给他来一刀 这种地方反关也好 都对博士来说没什么用 然后一刻冲刺还是能跟你拉近距离 那这边直接来一个跳劈 拼中了 然后这边条枪师刚刚起来 再回去打他 消一波能量就直接要往上十一冲过去了 条枪师这地方他走不了 这香水放的还是不错的 这样我就有一点犹豫 要怎么去打他 好这边香水没了 直接来一个攻击 打中第二段 直接把人给打他倒 然后这个祭司 起的有点快 都没看见他在哪 没有办法 那现在是没有任何线索是知道人在哪的 只有慢慢往回走 然后再看一下 诶那边有个大洞刚刚接的 连接到小房 小房那里是有人的 这里看到生病就直接抓佣兵了 不能去抓祭司或者机械师 因为他们那边有个大洞 我这里旁边有个倒地的人 佣兵在这里 我抓他就是最好的了 那这边直接一个跳劈打中佣兵 如果佣兵早一点点翻的话 那就是一个阵子 双十一对博士来说 其实并不难抓 因为这种地方来个攻击 肯定躲不掉 那其实这里有一点疾 如果他下板之后 直接把这个调箱师给摸起来 我再来中击 那就是两个人一起打 调箱师被佣兵摸起来 这里主要目标还是去抓这个调箱师 这里给到机会了 直接给一刀调箱师 调箱师倒地就没了 那刚刚佣兵其实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就是过来扛刀 但是他弹了一下 其实很难过来扛刀刀 因为我速度很快 而且他弹不准 就很难打 那这边 找到机械师 直接给一刀 刚刚就看见了 机械师往双十一转点 这边尝试是应该跳一下 没有跳中 这种跳P就是有想法 但是距离不对 就没有打中 这边机械师也是怕我一个重机把他带走 直接往外面走 这边跳一下 并没有劈下去 因为有劈下去是打不中的 然后这边跟进过来 给一刀恐惧震射 然后看到电机有没有在动 但根本是没有看到电机在动的 但是分析一下的话 他的大东在大船那里 那他应该会在海边电机 这里直接冲过去找他了 不过他自己现身 那就省事多了 那这边机械师直接给一刀 看一下那两个人有没有起来 然后再去追祭司 这边一个冲刺跳P 可是这个跳 角度拉的有点大了 所以没有跳中 如果角度再小一点就能跳中 开了一个洞 但是没有什么用 直接打掉 然后再开一个洞 再把他打掉 没什么软用 我可以直接一个冲刺 再一个跳P打动 这里被他骗了一下 他想要假装在柱子上打动 其实他并没有动 这里这个冲刺其实有点急 最后那个跳就是靠着反应速度 来把人给击倒的 好这边用兵过来送头了 直接给一刀没有打中 来一个冲刺打中了 用兵等一下倒地就没了 那他能做的就是冲过去 把祭司给摸起来 那我自然不能让祭司起来 这里飘一点 确定一下地下的位置 然后看到用兵直接给一刀冲刺 用兵倒 哎 嗯 祭司自起 然后撞上我的冲刺上面 然后用兵自己倒地 这 这次起的收益 可以说是复数了吧 直接帮我加快的流程 我还想说 让祭司慢慢流血流血 然后再抓这个机械师 来盘一个四三 那他是 帮我省了不少时间 那么这一期就这样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